它一直都会存在的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这个桥梁 让两个文化靠近一些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是中秋节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太好的消息 我是杰宁 我的比利时名字叫 詹尼吉尔拉米 我在根治大学读了中文系 毕业之后 我在比利时的中子企业 工作了五年 2015年我选择来中国发展 我会讲荷兰语 法语 英语 我又会讲中文 然后我也是跟中国人一起工作 那我应该到中国来看一下 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真正 Emergence 融入这个社会 我来到中国之后 发现很多东西不一样 我在北京就认识了我媳妇洪燕 发展世界冠军 然后跟荷兰一起上了个娃儿 里有小兮兮 生活愉快 生活开心 生活幸福 泰国的荷兰是一个不甜的碰撞 爸爸吃葡萄皮 妈妈不吃 如果是男女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还是小事 因为你吃你的葡萄皮 我就不吃 不就完了吗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小孩 那就开始争了 两个人都需要让步 然后两个人都需要能接受 对方的文化才行 第二姐快来 快来 哪个人啊 你在又露啥呢 感受到文化差异之后 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渠道去表达 然后我开始做抖音视频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我就觉得中国最好 在往比利时 它的生活成本结构啊 跟中国正好相反 哎呀真的 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个特别 很远的区别 更多外国人去了解 但是同时 也能帮助更多中国人了解 啊原来 我们还有这个特点 我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老爷 他觉得中国比较落后 所以他对中国有偏见 我来到中国之后 我每个月都会给家人 发一个邮件 把一些照片呢 发给家人看 我坚持了大概两年时间 我老爷突然给我回一个邮件 他说中国挺好 我想去看看 它一直都会存在的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这个桥梁 让两个文化靠近一些 然后互相理解 不懂的地方多包容 就可以了 去年年底 我选择把家安在深圳 这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现在我在一家智能仓储 创业公司 主要负责本产品卖到欧洲 最近我们有一个新项目 刚好落地在比利时 我会尝试用我的身体 去看看 如果这个软件停止 好 停止 好 好 这些年我一直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 我的思维变得更丰富 我的人生也变得更丰富 以后我想接着做我喜欢做的事 也继续做连接中笔之间的一根小小的纽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